5月下旬 成都乌木艺术博物馆馆长卢洪杰穿梭在博物馆中 谈起一件件壮美的乌木藏品滔滔不绝 在他看来 博物馆也能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 今年58岁的卢洪杰来自台湾墾丁 他1988年来到四川创业 几经辗转 最后在乌木行业站稳根基 成立了成都乌木艺术博物馆 这是四川首家正式批准成立的民营博物馆 其展品数量之多 种类之丰 堪称乌木王国 卢洪杰告诉记者 起初他是被乌木的神秘所吸引 随着深入学习和摸索 乌木背后的文化内涵 更是激发了他的责任感 乌木不能再生 它是一个很有限资源 那自然留给我们的一个溃宝 我们只是把它收藏 保护 未来肯定要传承 那么我通过30年的激烈 我只是说为人民留下这个溃宝 走进博物馆 很多人都会被这里陈列的上千件乌木藏品震撼 这里有四万多岁 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乌木 有成天然放射状 如光芒绽放的巨大树根 还有根据乌木造型巧雕的各种艺术品 万根同星太阳神 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这件直径7米 重约8吨 距今约7300年的乌木盘根错节 成天然放射形状 即似太阳的焰火腾天 光芒四射 卢洪杰认为 这恰好契合了古蜀人崇拜太阳的理念 也象征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这个叫万根同星太阳神 它有7369年的历程 就地下城门的时间 它是一个丸子的古术根 所以象征了祖国统一 民族根 民族粉 民族邻居力 民族大团结一个象征物 卢洪杰多年来一心铺在乌木上 对家庭的关心和照顾欠缺不少 但妻子罗燕从没抱怨过 他说 他支持丈夫做自己喜欢的事 夫妻俩更希望为两岸交流做出努力 因为对乌木的这个执着 一直就是坚持在做这件事情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建立了一个两岸交流的平台 以博物馆为基础 他经常就是回台湾的时候 会宣传这个乌木的文化 以及乌木的这个价值 所以有很多的台湾民众 也对乌木有一定的了解了 因为痴迷传统文化 卢洪杰将乌木和传统文化联系了起来 多年间 卢洪杰在博物馆上投资颇具 花钱购买收藏的乌木堆满了仓库 谈及未来 卢洪杰说 他计划将精品乌木藏品 带到台湾进行巡展 让乌木文化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 台湾这几年当中呢 陆陆续续也差不多几十万人 来博物馆参观过了 在台湾展示 很多人他是非常喜欢的 作为乌木来讲呢 他的主题就是传统文化 让人们更透过乌木的艺术 乌木的内涵 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涵 服侍到全世界 那是更有必要的 让人们对传统文化更深度理解